把裡面改成什麼改成地標兩個字 他就會預設也就是說 使用者還沒打字之前 會有預設值 他可以視情況自己去刪掉再重新再加OK那這樣子的話還有一個就是說這個上面的名稱有沒有請你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這個上面的名稱 這邊有個ID 我把這個上面的ID改一下 點這邊一下特別重要這邊裡面是不是有個ID對不對 這個ID就是我們將來要抓的 他預設叫Test Input 請你把它改成這個叫 TST Data 因為他是一個TST 裡面改成TST Data 就完成了所以特別重要這個地方 請你用那個上方的這個JQMobile文字區域去加就可以輸入文字了 OK那再來的話底下再加什麼 加一個新增 新增實際上也是什麼 一個Button有沒有 所以這個Button Data Raw等於Button 然後其他的話應該不用改看你要不要加一個icon 如果加icon的話 Input用哪個比較好 用用用用 好像沒幾個 用這個plus加好了OK 然後再給他Data Simming 這邊其實可以即時看一下 新增對不對 多一個 然後 這邊的話Data Simming部分就再改一下 比如說看也用一樣的樣式好了 馬上變成藍色 OK好這樣的話漂亮多了對不對 最後的話呢 再加上一個新增 這個 資料表 底下再加一個那個DIV 就完成我們的界面佈局了 大概是這樣的 請各位再試試看 我把重點提示一下 先插入個新的頁面 只要head就好了 head跟content 兩個 第二個的話 就是加 這個button 一個 地標 這個地方是文字 然後加一個按鈕新增 再加刪除 再加DIV 那等一下我會把畫面拍照下來給各位參考 來試試看好了 那利用這個部分的話 將來你們要佈局 讓使用者新增 其實就很方便了 這個其實拿來做 做什麼 表單或者做進銷唇系統的話 其實都是OK的 那填資料這個跟之前那個Google表單最大不一樣是 Google表單填完之後就在Google的試算表 但是這個填完之後 是在 使用者端的database 如果說他要再傳到 雲端上面去的話 還要再額外再寫其他的程式 才有辦法達到